你要起诉他 为什么你不信他疏忽 为什么你说他是故意引门 我就同样质疑 如果没有ICAC的所谓的 審查过 调查过 证明的确他没有提供任何服务 给UGL 在香港的铁路工程项目里面 那就还你清白 第五点也是废话 你找林郑月娥说的说话 根本是完全无关云止的 他是因为要回答Q&A 这些叫做混淆视听 拉着林郑落水 林郑也说没问题了 那些白鸵吵架 大家过来评评你 喂 朱玉榮 你说谁对了 朱玉榮也说我对了 拉了个卖菜婆 肥我 你说谁对了 肥我都说我没问题了 Lance也说我们对了 那有什么作用 没意思的 Lance是你的人 是不是 就是这样 你找林郑月娥 第六点 UGL和戴德良刊都是上市公司 不可能发表不符事实的书面声明 怎么评论两家上市公司 不可以发表一些所谓失实的声明呢 这个叫做应然的问题 应该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大家不知道 都是有待廉政公署调查 第二 这个事情和你有没有申报是另外一回事 现在在说的是你在行政长官期间 因为这个交易收售的钱 有没有向行政会议申报 第二 行政会议有没有讨论过 和UGL 在香港的高贴项目里面有关的事情 在这些项目里面你有没有申报 所以上述6点也不理解 不过我说 馮伟刚真的是好事 他真的好事 他怕死不够 其实写6点够了 其实6点加上只有1点 其实这些公关才好 他是不是算字数收钱 其实写完的 他又要加第7点 第7点才见 第7点才倒题 第7点才倒题 有人认为UGL和港帖曾经有合作汉谋 哈哈哈哈 本来大家都不记得了 大家都不记得了 他提出了 故此梁振英有需要申报 但港帖和谁合作 是港督管理层的决定 不用亦不可能让行政长官参与其中 大家要记得 这个港帖主席是谁委任的 是行政长官委任 就是开案查 而且很简单 他承认了 即是说冯伟刚整篇的 即是至少有一个项目 是跟UGL有关的 是地铁和UGL有合作项目 但是究竟在讨论这个项目里面 第一首先有没有申报 第二他申报了什么 他申报了什么 这个是要记录的 现在据报 据说 在上一次李宝兰尼职事件里面 是ICAC问行会拿会议记录都不行 都不给 现在ICAC面对的困难就是 根本行政长官办公室拒绝合作调查 这个才是关键 如果冯伟刚所说的事都是事实 那你不可以给他查 为什么不给行会的记录ICAC呢 如果你觉得你有申报了 为什么李宝兰连这样都被人摔冬菇 没得搂 整件事是这样的 为什么要政治压迫李宝兰呢 所以我就说 既然我信冯伟刚 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 第七点是最厉害的 别人都不记得 等于他上一次说 如何抹黑689 他连别人都不记得了那个邓淑德 你问听众 大家记不记得 689有个女儿叫邓淑德 大家记得龙虾 大家记得齐恩 怎么会记得呢 他居然又再提出 又再提出一次 第七点他提出了 的而且确UGL有跟地铁合作 这就是冯伟刚好言 果然是香港民主之母 就点出 真的有一个项目跟UGL合作 其实呢 今天呢 我听这个 查识我 是不是查识我 总之有一个在联署做过的 他就说 其实呢 有些东西是开文件 查了之后呢 你才会越查越多东西 当然是 其中一件事 因为你没有申报的时候呢 UGL究竟在香港有多少项目 鬼知人 你不知道 你要查你才知道 鬼知人 所以我就说 你问我 纯粹表面证供 如果一个人 你没有屎在身的 别人叫你 去给行会的会议记录 去给ICAC看 为什么不给呢 如果你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就一直 再说回曾荫权案 为什么这么tricky呢 现在689这件事 为什么要推到白宫发言人出来 又再冲出来漆 为什么呢 7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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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出来漆呢 是有原因的 很多人不明白 就是说689是没有动机 整治这个曾荫权 我自己这么看的 曾荫权那个东海花园的问题 的确是犯规的 但是究竟 那个是不是要去到这样的处理呢 究竟那个处理的方式到今天 我觉得是out of proportion out of proportion 即是说 他不应该 受到这样的对待 虽然他这件事是错的 在申报这件事里面是错的 但是我仍然给曾荫权 就是因为 他其他在任来的管治各方面 这个可能是人言人数 但是因为我自己也要先利身 其实我那段时间 是在政府里面工作的 亦都看到很多 一国两制的实践问题 一个特首我经常都说 是谁做是makes a big difference 两个原因 你看黄仁龙和求情讯 其实讲得很清楚 没有什么人留意这封求情讯 黄仁龙那封求情讯是说 特首在任来从来没有干预过律政司的工作 即是说其实很多 保护一国两制 保护一国两制 你知道串起来看你就知道了 即是说很多政治上的要求曾荫权 去压黄仁龙 去做一些决定 而最终曾荫权的选择是没有 没有黄仁龙私讯 其实里面有讲到一宗叫光果 那宗释法的问题 识体的人知道黄仁龙说什么 那个就是说曾荫权是 但是无疑有很多的私德的问题 我觉得包括贪小便宜 拿着数 但是在这些大的问题里面 其实他是有自己的看法 站得稳的 他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上 正正因为他不是一个西环的人 所以他今天有这样的下场 如果那个是西环的人 那个是共产党的人 我告诉大家 在任内得到利益最大的特首 有段时间都没有轮到曾荫权 第一个是董建华 董建华就是当时他表面上 将公司交给他弟弟董建成打理 就是这个东方海外集团 当时东方海外是可以 除了在北京 现在的那个 王府井大街那里 那个东方广场 那个西环很厉害 在上海曼克顿山庄的地盘 圈一幅大的地 在那里发展地产 这些就是舍勾者诸舍国者猴 一个可以在上海 在共产党手上勾地 一个可以私商授授 单一招标做数码港的人 到今天还是 中共的政协副主席 另外一个 我刚才说了五千万 不准查 查那个人 替东姑 行政会议的会议记录 不调不合作 不准ICAC 到现在都没有串进 就继续据说 会未落任 就会接政协副主席的位置 你只要把三个特首 放在一起去看 哪一个仆街 我想问大家 自己做一个 平利 哪一个特首最仆街 哪一个得到利益最多 很多人说梁振英 我觉得不是 最仆街的特首是董建华 除了他拿得利益最多之外 他所做的决策 对香港政治发展的damage 是大过梁振英 第一杀局 将市政局 区域市政局取消 令到所有民主派重政的人 终生代没有出路 跟着分裂 这个绝对是一个政治目的 第二推行问责就是 陈方安生因为这个原因 跟董建华拍桌 最终被前期心炒友 第一波公务员 和红色政客的冲突 其实是董陈之争 跟着最后23条 这些就是涉国者朱了 我告诉大家 涉勾者就是曾荫权了 涉勾者就是朱了 涉国者猴了 将香港一国两制 高度自治 亲手奉送 葬送的 跟着03年71游行之后 当时共产党做了决定 就是要在香港有所作为 当时曾庆红 是因为董建华搞出大头发之后 他就采取了一个应变计划 by time扶植了曾荫权上去 其实是by time by time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重整整个共产党的建制在香港 就是辅职 什么呢 就是将更多资源 封到民建联那里 然后跟着有所作为 各个部门都可以伸手来香港 今时今日这个政局 奶妈所 包括梁振英 所创造的那个政局 其实是由03年开始 就是中央各部委直接插手香港事务 曾荫权是拖了一段时间 但是他也没办法阻挡这个改变 我觉得 所以你问三任特首 能够在香港里面得到最多个人利益的 其实是董建华 为什么要将 布泰拖到这个案子里面 也是因为董建华 很多人说不关他事 你要记住这帮人要争的 曾荫权已经落任 没有实权 他本来要争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政协副主席的位置 落任的特首 第一 董建华不肯交出政协副主席的位置 而梁振英也想尽快继承政协副主席的位置 中间这个你唯有弄死他 你只要把他放进一个ICAC的案子里面 共产党就不敢委任你 因为我怎么知道你最终会不会被起诉呢 同样的梦衍现在就出现在689那里了 同样这个689现在就是面对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冯伟光要冲出来就是这样的原因 我告诉你 因为如果只要立案调查 只要在现在这个moment 所以很多人不明白 689为什么能够在行政长官 未交出权力 未落任之余 要提早接政协副主席呢 如果不是 他7月1号交拳 政协是2018年3月 才委任他那时候 他那个空窗期 他就会变成当年的曾任权 2012年交拳 然后2012年的年底就移动他 你们明白吗 没有东西能够遮掩盘他 好了 你记住 不只是梁振英想做的位置 董建华也不想下来 亦有很多政协常委想做政协副主席 因为那个是国家领导人的级数 包括唐英年那些 你想想 对梁振英来说 他每晚都睡不着 由2017年的7月到2018年的3月 我想每晚都对着龙虾两个垂垂到天明 所以他才要提早接政协副主席的位置 求他契爺 那个保护傘就是什么呢 就是令到下一任的特首 是不会移动他 就算移动他也好 因为他已经取得了位置 你留意一下曾荫权是因为被调查的时候 他还没有取得到的位置 是那个空窗期出事 就是说如果他取得了那个位置之后 第一 希望后面的靠山会停止这个调查 我也说了 如果曾荫权这样也中的话 他100% 不要说99.9% 梁振英这件事其实是100%中的 公知人权行为失当 陈茂波也中的 我告诉你 陈茂波 一立案就中的了 他现在就唯有顶住 不给ICAC查 他两个情况是一模一样 就叫做没有申报 一定中的 陈茂波一定中的 如果没有申报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公知人权行为失当 举证的门栏是低的 中的机会很大 总之一立案调查就中的了 其实一起诉就中的了 很多人说 活该你死了 曾荫权 任来搞楼市 什么什么什么 我想大家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去看 你比较几任特首 我经常说 是没有一个 大家千万不要相信这个世界 有一些叫做 圣人去治港 是没有可能的 就算那个人 去竞选的时候的形象是一个圣人 好像当年的689也好 最终一定是仆佳来的 你只可以在一国两制下面 去做一个 叫做 十张单找两张单 其他那些吞了它 拖得多就拖 这个只可以在一国两制下面 生存的 survival的方法 而曾荫权就是这样的survival 如果北京对他很满意的话 今天他所面对的事情 其实是我觉得不会发生的 你问我这个是一个政治检控 对他来说是一个政治检控 当然 也在这个过程里面 很多人出卖了他 包括什么呢 我觉得 反而对他最不离不弃 我觉得民主党那些人 是做得对的 在他的求情信里面 相当部分是来自民主党的 当日 你看到何俊仁的时候 说他废弃地 政改的时候 但最终现在站出来 胡桑 林郑 然后其实大部分 书记 Anson Chan Martin Lee 其他的就是民主党那些 主动帮他求情 何俊仁 所以大家看到民心的向背是怎样的 很多人把土地政策的失误 当然是失误来的 但是大家要放在一个 context里面 03年那时候是没有人要的 那些楼是 我也说了 我昨天在萧生的节目里也说了 如果你有关房屋政策那里 其实那时候有一个 context 八万五之后 停建居屋 停建 酸九昭出籠 但是一停停了这么多年 又造成了整个楼市的供应不足 楼价高涨 当然政府是有责任的 但是大家都要明白 官僚系统 特别是政府官僚系统 要做地 不是说一按键就做地 你看梁振英五年都做不到 政府官僚系统事实上的效率是差的 我想这么说 为什么呢 他们逢出 都是会比市场慢 所以他们的施政 是必定会出现一种timelapse 一定会出现一个滞后 因为你做地 由生地变熟地 很多人不明白 生地就是你现在看到 到处冬了官地的牌 变熟地 你要做地盘平整 托展署要做一些infrastructure 这样才会推出去卖 卖地之后还要建 我觉得他真正 令他的决策出现了一个失误 2008年的金融海啸 为什么转折位在那里呢 其实他 差不多是迟了一年 推后了一年 金融海啸就令到当时的政府估计 会不会出现1998年的 亚洲金融风暴的问题 接着就是负资产 你记不记得 亚洲金融风暴 很多负资产 所以当时是不是恢复定期卖地 还是继续勾地这个问题里面 还有是不是复建居屋这个问题里面 曾荫权是迟了一年 你可以这么说 是迟了 他根本没有办法作出一个很准确的判断 究竟亚洲金融风暴 雷曼 金融海啸 对香港楼市的冲击去到哪里 冲击的力度有多大 第二是什么 是量宽 香港今天的楼市是量宽的后果 不断印银子 包括温家宝 中国量宽是最厉害的 为什么那些大陆佬来香港买房子 这么多钱 是不断印银子 而来到全世界的 国际金融中心的资产膨胀 因为那些钱都留在那里 你看伦敦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不会流去那些 四五线城市 因为资产没有升值的潜力 这个量宽的后果 是令到香港的住屋问题更加恶化 这个就不是土地供应的问题 我觉得 这个是资产膨胀 所以我就说大家要fair 究竟这件事是不是他自己一手造成 你要分清楚他的责任 是承担到哪里 他承担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 恢复定期买地 和取消欧地表制度 和在福建居屋里面 是滞后了一年 迟了一年才拍板去买 就是这么多 当时我想社会气氛也是这样的 当时的主要敌人就叫做地产霸权 官商勾结地产霸权 造成了梁振英上台 就会把很多的罪名 我现在这么说 我当时也批评过 官商勾结或者地产霸权 但是当时的气氛是这样的 当时的气氛事实上 于是由于痛恨地产霸权 就将那个情绪 也会转移到政府那里 这是事实的 但是你如果知道整个政策 刚才阿世良所解释的 那个procedure 你就会知道 其实 它之前一来已经有一个原因 要把土地的供应减少 这是之前的原因 再之后 当它要重新 去发展这个撥地的时候 它也要经过一个程序 这样就迟了一年 在这件事上 还有我觉得很简单 另外一个叫做推给人 其实很多人说推给人最厉害是689 我觉得不是 是林郑 当时是房屋问题的发展局长 发展局长当时和房屋局长的郑宇华 说大家火星撞地球 林郑和郑宇华 说大家火星撞地球 正正因为发展局长 当时到了房屋政策 但是林郑就把自己的重点 放进去搞保育 因为那里拿到Lime Light 这个是曾药成提出来了 是 曾药成提出了 AM730就写了 他就是说你当时是发展局局长 为什么现在那些问题 好像今天不关你事 社会撕裂又不关你事 接着你又说继续梁振英的政策 他两样东西关事 教育问题不关他事 在曾药权的年代 他的责任就是房屋 土地开土 接着在梁振英的年代 就是社会撕裂 什么都关他事 那些政策是他的范畴 如果没有他帮忙梁振英 又怎样可能撕裂香港 如果你好像Anson Chan Anson Chan最终能够被前期心训斥 然后提早退休 这个就是陈方安生 值得尊敬的一面 是 他是一个保守官僚 但陈方安生到最后 就是说他觉得 文责制是对香港的政治制度 做了一个重大的破坏的时候 他就弃硬了 但你看到六八九做了这么多 这些坏事的时候 你有没有一次弃硬呢 没有 甚至 就是我觉得 给我的感觉 最简单是DQ那四个议员 没有你做盲工竹 坦白说 六八九又怎样推动官僚机器 六八九推不动官僚机器 又怎样可以作恶呢 你怎样都要有一个人 叫做带路的 他就负责那个人 那你就看吧 我说 你看到他在西九事件当中 他是如何协作 如何超出所有的程序 第二 你看到他DQ四个民主派议员 他是如何落纸 叫一些官员不回答他们的问题 接着就把胡桑增 射向胡桑那里 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你说梁振英撕裂社会 那些后果跟他无关 他绝对是助纣为弱 曾蔭权那几年 起码由05、06、07、08这四年 香港是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事实上 大家的生活 虽然好像对地产霸权 楼价高企 其实那时候楼价没那么高 有意见也好 但是那个社会的气氛没那么恶劣 没那么恶劣 大家的心情也没那么坏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现在的问题不是只是地产的问题 而是大家对于香港那种全面的倒退 而重要是一班人 你看到七警案判完出来 那些老左、爱字头、高智芯一直攻击法官 包括《环球时报》、《人民日报》、《海外版》 而律政司是一句话都不说 这个是袁国强 我再说一次 你说689政府里面 最作恶的人有三个人 除了689本人 一个是林郑月娥、一个是袁国强 相对陈茂波是一个操守有问题的 他作恶的程度没那么大 你看到的迹象 我想先讲讲政治迹象 再推论下去 再讲袁国强 政治迹象是什么呢 这一班爱买、李诗烟、蛇虫鼠毅 全部都出来了 当然出来了 为什么呢 大家想想想一下 敲进中也消失了一段时间 对呀 孙晋忠也消失了一段时间 为什么呢 原来那些港独退潮之后 应该没有钱给的 原来没有钱收就不会出来了 他们属于有钱就做事的人 这次为什么 值着七警案出来了呢 还要何时呢 还要把料理回来 了理回来整件事情 加起来 再攻击整个司法制度 再攻击那个 现在又提议辱警罪 那你死了 这个政局 由当日他们去折击罗冠冲 我都说是有固惑的 去台湾和香港机场 折击王之锋 罗冠冲 到今天这个七警案 正路 你是不是要社会降温 因为这个已经造成一个伤痕 本来这个是中央的意思 现在你又看到 这班蛇虫鼠蚁 古灵精怪这班人 李施燕已经因为丑闻消失了一段时间 又再出来 谁推他出来的 你以为他没有钱他出来的 没有经费又怎会出来呢 包括很多有黑社会背景的人 甚至出来的支持警罪是好笑的 整个支持警罪也变成一个campaign 这个campaign是再一次将雨傘运动的撕裂 又再令香港人 又再承受死 我告诉大家是根本不想他停的 所以我说今次这个七警案 之后发生的所谓撑警的言论 包括这些蛇虫鼠蚁出来了 也是一个很奇怪的政治现象 大家要留意 即是说那个西环系统又再活动过 还有很简单 再启动过 这个系统和林郑是同一个系统 即是说林郑上台之后是没办法召停的 只会变本加厉 你想一下689 为什么会是新解系 大家记不记得 很多人没有记忆的 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看过六七暴动的资料 我建议大家去看罗欣慧那部纪录片 消失的党的人跟他们谈 为什么呢 很多人完全对前世无印象 一个香港最血腥最恐怖的暴动 是直接由周恩来指挥的 这个最大最大的发言 是不存在汉江舍所说的两个司令部 我先按一下你 现在3592 破纪录了 但是帮帮忙 冲上四 我说三百三千六百零百 冲四 大家帮忙 冲四的话 我也是在纽约上市 不会选择在香港上市 同股不同权 你想想 暴动的时候 都没有两个司令部 很多人说是斗位阳光 还有其风梁威林 两个西华社的副主任 拆动过击的放炸弹的行动 原来这个纪录片里发现 周恩来是由始至终的知情 第二更加恐怖的 沙头角枪击事件 警察为什么要抹掉它呢 因为越境枪击的人不是民兵 是解放军 是广州军区 大家记得的 最近有些 即是说枪杀香港警察那些 是正规军来的 越境 大家都应该记得 那时候雨伞运动当中 是有一些制服人士出现过的 所以我就说这些事没有改变过 50年过去 是没有改变过那种手法 那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然后最终当出了事 就推给一些极左派 然后将他们切割 这些手法将来都会继续用 出了事 他就会将爱字头切割 然后就是他们的过激行为 不关我们的事 我们中央 党的权威就不会受损 所以这些出回来的蛇虫鼠艺 就有两种政治含义 一个当然跟特首选举有关系 第二 我也觉得 是对香港的核心价值进一步 打击 现在很明显是打击整个司法系统 有一个城市大学 那个人好像在大陆读的 还要那个所谓副主任 那个下任的 他现在是副院长 不是 下任的 是留的 这个人姓顾的 顾敏康还是什么 梁美芬的朋友 就是城市 王贵国 城市的法律系就是这帮人 这帮人的垃圾 这个姓顾的 在《文匯报》就有报的观点 基本上也是自己 神也是他 鬼也是他 他说的一件事是完全违反《基本法》的 他说什么呢 他就说 因为有些外籍法官 用了给西方或者英国训练的 也就是说 他的法律的观念 就不符合现在的国情 意思是这样 他觉得应该要处理一下 怎么处理呢 《基本法》说明的 《基本法》说明 我们香港是继续落实 普通法 普通法 其实很简单 那你现在用国籍来说的时候 我觉得你违反了两样 其实这个就是他们表面的理由 那一套都是假的 真正的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有个党委指示你怎么判 你想将一国一制 你认为应该由政治去决定 如果这班警察 是对付尋仁滋事的曾健超 即使嘔打他是触犯刑事 都应该轻判 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大陆这样 你看大陆那些被公安打死的 那些警察有什么事 现在对他们来说 理解到一样 曾健超尋仁滋事 反革命叛乱罪 当然香港没有的 这些不知是什么 现在香港很多这些所谓的法律界人士 还在大学那里教法律 就用了中国那套法律观点 来评议香港的法律 那班人叫做银食派 这些法棍 这些真的是法棍 就是用法律 普通法 根本上他们对普通法的认识 很多时候我甚至怀疑他们有多少认识 他们通常都在大陆拿了法律学位 梁美芬也是 拿了人民大学的法律学位 然后就在港大再进修普通法的学位 甚至有些更坏格 就是在成大自己进修 你说他们对普通法的认识有多深 第二 他们这些基本上 阿爷叫你说什么就说什么 这个就是 如果有党委判案的话 你看看就不会有曾健全搞成这样 所以你说 现在香港有两样东西 你看到都是不断的恶质变化 刚才说的这个所谓的城市大学 法律学院的一个教授 副教授顾敏康 又说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看到 我们的警察一哥 在警员违法之后 他第一要务就是要保障他们的生活 这些是一个如何的价值系统 这个是难以想像的 这个问题也是和阿头有关 我经常说 大家去攻击那七警是没有意思的 你要想想七警这个行为 本身是存在一个什么政治环境下 在一个什么政治领导下 出现了曾伟雄这种警务主长 而出现了他们以为执行政治任务 就可以犯法 这种的mentality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是这班人一路 包括爱字头 包括林慧斯事件出来撑警 我再说一次 2013年的林慧斯事件 是令到警察变成公安的第一步 是根本后面有个政治力量 甚至我怀疑是和西环有关 是将那个政治力量 借林慧斯辱警这件事 然后将它扭转成为一个仇视 那些示威人士仇视泛民 以往在英治时代 我示威过很多次 当时来说 你问他们会不会 用肢体的方式去对付 跳过篮杆的那些 冲进去示威场以外 会 但是在现场处理院就算了 现场的话 不会捉到一旁 第二 大家也知道规矩去到哪 因为现场的指挥官 是会和示威者沟通的 就是告诉你 一旦你想做什么 哪些事情你不可以做 然后呢 大家看到警察是专业的方式 去控制示威场面 现在当警察自己上了路 我觉得是被人洗了路 一路通过这些送花篮 慧民 撑警组群组 一路叫袁座级工会 那些姓陈那些人 一路在洗警警 让他们觉得自己有一个政治信念 就是 他忘记自己是一个执法者 大家要记得 就是警察和公安的分别 我就是警察家族 我父亲是警察 我两个哥哥是警察 这些所谓的警察 将一个市民 就算是将一个贼 拉到一角去打他 是给... 冲了? 先看看 3.7% 大家继续努力 这种无论如何 在那个年代 是觉得是不可接受的行为 大家都记得李明葵 是不是? 李明葵 在任何情况之下 都是不可以 无端端地打人的 警察 我认为你打的是谁 那道理很简单 那些人我觉得不是不知道 只不过他们特意拿 就是用这些东西来 去做一个political campaign 所以你看到 这个七警案 你看到 现在的价值系统 是如何崩溃当中 就是由这些政棍 加上警察一哥 虽然我知道 他是有一个需要 去安抚一些 可能同僚 有关士气的问题 但是你竟然 连一句说话 就是说 要重新 警察 在任何情况之下 都是一定不可以 有这样的行为 你最少要警戒一下 你自己的同事 以后不要做这些事情 这个我觉得是 跟政治领导有关的 原因就是 当你的政府 是由689去做特首 黎动国这条保安局长 就闪了 都没有出来 完全不出来 你问 如果政治上去承担责任的 第一个是保安局长 首先代表警队向公众置业的 其实是保安局长 我为什么要开问责制 如果是这样 你当年董建华 告诉香港人 开问责制是由他们 承担政治责任 好了 这件事 我不是说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已经判了 他们已经进去了 承担政治责任屋 是保安局长 由他去代表整个纪律部队 向香港市民道歉 然后你才去追究警部署长 你保安局长去哪里 李家超去哪里 保安局副局长 为什么纳税人每个月 要给这些数十元责任 你问我 是完全需要承担政治责任 那时候就撇掉 所以我说大家对比一下 我说很多时候大家觉得 总之共产党委任的特首就是evil 这种意见是相当幼稚的 如果那个不是他自己人的特首 他会要求警务署长 你也要想想政府的声誉 你要想想政府 也要看民意行事 不可能被警队这样拔户 但是 当政府控制在极左路线的人的时候 反过来 他会支持警务署长不要道歉 就算他想道歉 你记不记得当时有个 Sorry Sir 邓景成 邓景成就是什么呢 出了这些情况之后 他是会道歉的 然后很多伙计声称对他不满 但当时谁支持他呢 就是当时的行政长官 就是邦泰 邓景成本身 正正因为他不是来自警队里面 那个mainstream 他是飞虎队出身的 飞虎队其实不是mainstream 虽然是最高调 但不是主流 主流是organized crime 就是欧忌 曾慧雄那边 那个才是洪父子一直上去 现在这个是政治部出身 就是警务主席 盧偉聪 对 政治部出身 所以如果警察本身 就不开心 就是这样的 那就是 最后看